设定格式化条件来格式礼拜六礼拜天 那这个地方要怎么完成呢 首先第一个 一样在常用里面 不过请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你要设定格式化条件之前 请你要先选择 你要让它格式化的范围在哪里 所以第一个 你要先选择正确的范围 如果你没有选择的话 它就不会格式化 或者选择错误它只会部分 所以第一个一定要选择 我们要格式化的范围 一定是有礼拜六 所以上面这个一到十二月份的标题 就不要选到 因为选到没意义嘛 因为礼拜它里面不需要判断 OK 所以从A2一直选到L32这个范围 第二个的话设定格式化条件 新增一个规则 那规则的话呢 用公式来决定 而且这个公式 它跟在资料编辑类这边很像 可是它的缺点就是说 它没有办法像这边有个插入函数 你必须要自己打出这些函数 OK 所以呢 如果你忘记的话 那你可以先在这个地方先做练习 再来这边做 所以这个地方等于什么 如果等于week weekday 这个可能要自己拼出来 weekday 刮壶 接下来的话呢 它会问你说 那你的那个储存格在哪里 储存格那你想说是A2到L32 其实不需要哦 基本上哦 你只要给它一个起点 通常是左上角这个储存格 那它会怎么做呢 它会自动帮你 哎 就是说呢 由左到右一个一个一个的去检查 直到检查到哪里呢 检查到这里为止 所以其实也有点像 它帮你在里面跑回圈啊 一个一个帮你检查 那检查什么呢 检查这个公式 所以你就给它左上角那个储存格 就是A2 好 它会从A2开始 做什么呢 如果等于 假设礼拜六的话是7 OK 应该这个 其实就是让 所以你也发现 这 比较不好记就是两个等号 前面那个等号 是给它的规则 后面的等号 是这个公式本身的等号 OK 所以 这个逻辑清楚的话 反正 不用死倍啦 你尽量就多做习惯 以后就很快可以做出结果来 好 如果这个条件为 True 就礼拜六的话 那我们设定格式 比如说我这个格式 我就给刚刚那个格式 也就是 字跟底色不同 比如说字的话 我就用一个深绿色的 你就选一个深绿色 那填满的话呢 就给一个淺绿好了 类似像这样的格式 好 按个确定 就类似像这样 那我按确定之后呢 它会自动怎么样 帮我把这个 符合这个条件的 通通都 把它 格式好 那因为等一下 礼拜天又要再输入一次 所以我偷懒一下复制 为什么 等一下可以复制贴上 拿来改 改成1就好了 OK 所以按个确定 好 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 礼拜六会不会全部格式呢 你会发现全部格式了 有没有 那再来礼拜天 顺便做一下 新增规则 第二个规则什么 一样使用公司来决定 那你可以怎么样 把刚刚的公司贴上 这边把它改成1就可以了 好 格式的话呢 就是填黄色的底 字 红色的字 类似长这样子 OK 按确定 诶 礼拜天 有没有 礼拜六礼拜天 全部都格式化了 这个设定格式化条件 真的还蛮好用的 但是你要特别注意 一定要先选一个范围给他 再到这边新增规则 不然的话呢 他会不知道说 你到底要格式什么东西 如果格式完 如果你要看刚刚的公司 你可以从什么 管理规则里面看 那个规则就在这里 这个是礼拜天的 礼拜六 你如果你要编辑的话 上面有个编辑规则 也可以从这边去做修改 或者甚至把它删除掉 如果规则你要新增 或者是删除 都可以直接从这边去做 那做完之后 其实就可以符合你要做条 后面其实还有一些 像九九成法 后面还有个范例 也是类似啦 而且可以做得更复杂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试一下 设定格式化条件 第一个 那另外呢 如果你要延伸型 因为后面可能我们还是会带到 有关VBA的部分 所以VBA 假如说呢 我希望也要做出类似的效果 但是我是用VBA 所以我把综合练习这个 复制一个过来 记得啊 你复制过来之后的话 请你先把这里面的格式化 先把它清除掉 因为我要换成第二种方法 用VBA来做 那就可以清除整张的规则好了 或者是用管理里面 把这些先删掉 又恢复了 因为如果你不从这边删的话 你直接从这上面 去怎么改都改不掉 比如说你要恢复成没有 恢复成无填满的话 奇怪怎么还是一样 因为你要删除格式 记得不是从这边 一定要先要从这边 设定格式化条件里面 要不就是什么 清除整张规则 要不就是管理规则去慢慢删 然后把它整张清掉 那我希望做什么呢 这个VBA 做两个按钮 一个按钮就按下它 做刚刚的事情 一个是还原回来 所以我demo一下给各位看 按下格式化日期 全部格式化 还原 按下还原 又全部还原 OK 那这个要怎么做 其实这个规则大概就是 跟前面我们也讲过 反正就是 一个也是一样 一个个储存格 帮我先抓出来 然后用VBA里面 VBA里面也有一个函数 也是叫weekday 判断一下是不是礼拜六 或礼拜天 如果是 那就给不同格式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程式 我想跟前面写过的 还蛮类似的 等一下有时间的话 各位可以先看一下 格式化日期 那列的话是I 蓝的话是J 所以这个是列回圈 蓝回圈 如果是礼拜 先判断如果是空的 因为里面可能会有一些资料是空的 如果是空的 什么事都不要做 如果是礼拜六的话 那就格式化什么 这个是质的颜色 这个是底色 如果是礼拜天 质的颜色 底色 OK 那清楚的话 刚好就是把它倒过来而已 OK 那请各位先 试着把那个设定格式化的部分 先做做看 那VBA的话 我们等一下 如果有时间的同学 可以先试试看 那个VBA的部分 咱们 我们先试试看 是